这次演出阵容超过半数为 萨吉拉雅族族人 音乐剧以深厚的情感 讲述族群的历史与故事 火神祭 剧中保留部分文化的精髓 同时赋予音乐剧更多的戏剧张力 萨吉拉雅族会发达到细节 然后会做一些比较多的情感 或者是那些东西 可以不太多性格照顾 在某种类型里面 我们需要再生疑似的互动 疑似的正确性 那在这边我们会稍微啪啪 然后正确性还是会帮助 但是我们会提供一点的性格 因为毕竟是演出的性格 然后我们会确定说这个方向 会这样做 然后我们这样能够 两区的一些这样子的方向 但是还是有可能 让那些公司的正常面具实际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表演 那么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一个纪录片的预算 还有阿勒菲斯表演训练的经费 还有这个音乐产品的部分 那么我们把它合起来 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做一个 萨奇莱雅族的这个音乐剧 那我们当时丑话就是用火神祭 这个萨奇莱族 最重要的这个祭典 来做主轴 来发展一个音乐剧 许多观众与族人认为 这次的演出极为珍贵意义 他们亲身感受 台湾丰富的族群文化 并因而加深对土地的认同 与热爱 我还蛮开心可以住在华林 然后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 看到很多不同的世代 一直在为传统文化组织 但是就是把基点碰到舞台上 我相信团队有花了很多心思 在思考文化的传承 一起穿播的过程等等 很多细节 那我觉得今天的呈现是 非常谨慎而言 在现场感到到 主人对自己文化的很亮 事实上也是在告诉 他们萨塞亚族群的这样的后代 不要忘记他们的 曾经失落的那一段的意思 让他们了解误趣跟展望面 我想今天在这里 事实上 其实用音乐剧的方式来展现 其实是有一起同工的一个地方 展演总监进一步表示 此次火神祭音乐剧 有做充足的准备 筹备展演前 与部落进行沟通及讨论 后续再进行修改 同时保留部落原有的文化 要透过戏剧张力 与文化传承的结合 展现萨塞亚族深厚的文化内涵 原市新闻楼 华联市采访报道